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小不懂时尚 但是我知道一个七岁小男孩不该这么性感 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 那我看别的小朋友穿的都正好 他们不长身体了 我妈说啊 他们你不用管 他们全都是诸如 我说我穿个裙子 跟我在一起玩的还都是诸如 我不会是白雪公主吧 而且这么大个背鞋我得多高才能穿 我得两米才能穿 如果我长到两米那么高 我爸会怀疑我纠缠雀巢 他舍不得给我买衣服 但舍得花钱给我买书 所以我是全村唯一看课外书的小孩 看不起别的小孩 看鲁迅也看不懂 但是看完非常膨胀 看完我在教室里问别人 认识鲁迅吗 问你话 你认识鲁迅吗 鲁迅你不认识啊 后来同学都怕我 因为我们那儿没人看书 因为有人说农村人得看那个 母猪的产后护理 根本不是朋友们 我家就养猪 母猪产后没有护理 如果发生意外 我爸会做点母猪的产后料理 就是把母猪做成菜了 我爸做啥我吃啥 老母猪Omakase 真的只有我看书 所以真的看不起别的小孩 我感觉教室里装不下我 我往教室里瞅 我说这屋子麻木屋子的小月神啊 我鞋子里也模仿鲁迅 老师看了大吃一惊 他说啊 高涵 你竟然掌握了讽刺这种手法 我说谈不上掌握 略懂 他说高涵 你的梦想是不是当个作家 我说不是 当作家不是我的梦想 是我的宿命 真以为自己能当作家 我制定了一个稳妥的计划 计划的第一步是 得诺贝尔文学奖 2012年 默然得诺贝尔文学奖 给我气坏了 我说这小的手真快呀 给我气得 让咱们村走圈 进行一些country walk 就给我气得破口大骂 骂骂咧咧咧 当时我编country walk 编dirty talk dirty talk 我就一直以为自己能当作家 大学时候我也疯狂给一个杂志投稿 天天投 投了一个月 后来你编辑给我打电话 他说求求你别投了 你都不会正确使用 dirty的 我说你说的 我不同意 他说是你说的 你说的我不同意 那我还当啥作家 我连那种文艺青年都当不了 我大学是一个文艺青年 非常壮 特别壮 天天看圆桌派 瞧不起我 就因为我看鲁豫有鱼 他是搞猜粉 我私来想去 我就是小敏被 豆温涛有什么可高贵的呢 后来后来 后来我说我也看 我发现圆桌派确实好看 确实好看 一天不看圆桌派 我浑身难受 也是为了生活 咱们不说这些虚伪的话了 真的挺装的 第一次见面 他就穿的就很艺术 第一次见面穿了一个 墨西加的大卫仪 跟我说的一个风格叫 oversize 我一看 这不我玩剩下的吗 我七岁就穿oversize 他看书我也很装 他看书 我说你看啥 他说哎呀 没啥 我看你是 托斯托耶乌斯基的 卡拉马祖夫兄弟 我说 我帕米歇尼一下上来了 我说我也热爱文学 我也看 看了两点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好像不热爱文学 卡拉马祖夫兄弟前两年 讲的是有一家人 爸爸叫 费奥多尔 巴普勒维奇 卡拉马祖夫 妈妈叫 阿代拉伊达 伊万诺夫纳 米乌索娃 生了个孩子叫 德米特里 费奥多勒维奇 卡拉马祖夫 我合上说 我说 爸爸叫啥来的呀 我说再看一遍吧 再看一遍 我可能就记住了 又看了一遍 就会别说他爸了 我爸叫啥我都忘了 我没有心情 就是干别的 就被爸爸的名字 上课也不听课 就在那儿被爸爸的名字 我打那儿 爸爸的 爸爸叫啥来的 我通说听猛了 他说高哈你干啥呢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呀 像你们城里人 每个人都认识陆迅 有一次我打车 那个绕路里出车的司机 他都跟我聊陆迅 边绕路边给我赶喊 他说现在咱赶上好时了 这就是咱以前的 你我都是孔义吉 我说哥 千万别这么说 就咱以前 我没有正式工作 我是孔义吉 你不是 你是骆骆血羊的 骆骆祥子 他说哎呀 我听你口味农村来的吧 你也不是孔义吉 你是润土 当时他说完这句话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想拿插的杂的 小学在那儿语文知识点 都让他转起来 我知道自己当不了作家 但是我可以让 更多的农村小孩 认识陆迅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 想过去报名之教 我跟我那个文艺青年室友 去报名之教去面试 但是面试出来 他又不想去 他就劝我 说喊 咱别去了 那这种太落后了 那这种多危险 你知不知道吗 这不是所有穷人都不善良 穷山恶水 出刁民 我说 这个是我们村 刁民进城了 你没想到吧 讲到这儿 谢谢你们 哦 啊 好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